大家好 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度 傳播真相 為正義發聲 我是美玲 2019年7月2日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工程學教授石一池 被控犯有多項聯邦刑事罪 共謀非法獲取美國軍事應用的集成電路晶片 肘絲到中國 該案驚動了美國多個部門 由美國聯邦調查局 美國商務部 工業和安全局 出口執法辦公室 國稅局和加拿大旗警合作調查 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案情 竟然能驚動這些重量級的執法部門同時聯手行動呢? 不意外的 這自然又和中共有關 只不過 這次的涉案主角 是在海外的一對臺灣兄弟 現年67歲的石一池擁有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雙重國籍 他在2018年1月19日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逮捕 和他幾乎是同一時間被逮捕的 還有工程師出身的帕薩迪娜居民美吉安 聽起來有點奇怪 石一池是擁有美國身份的一名美國大學的教授 弟弟石一祥也是擁有加拿大身份的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工程學退休教授 兩人按理說是衣食無憂 身份也受人尊敬 那怎麼和中共扯到一起了呢? 原來這個石一池雖然擁有了美國國籍 但他常年都在外旅行 在美國住的時間並不多 奇怪的是 身為大學教授的他 既然在南加州擁有很多的房地產 而他在中國和臺灣也有房地產 做一名大學教授 他哪來的這麼多錢購置這麼多房產呢? 這種不符合常理的情況 很多時候都能和中共聯繫到一起 而這個石一池教授也確實給中共做事很多年了 據披露出來的信息顯示 早在2005年 石一池就把限制級的美國技術產品 單片微波集成電路悄悄地運到了中國 這款單片微波集成電路是一種寬屏高功率的半導體晶片 這種晶片可以用在導彈 導彈控制系統 戰鬥機 電子戰和雷達方面 但是只允許在美國使用 美國檢方說 石一池從2005年到2009年期間就有很多活動了 他涉嫌到加拿大 新加坡和香港 把這些晶片寄給在中國的聯繫人 有時也會通過中國國際航空 在洛杉磯的飛行員 把這些十分重要的美國軍事級晶片帶到中國 而一條被披露出來的更具體的信息是 2014年1月 石一池通過跨國物流集團DHL 把至少一枚MFIC晶片從加州運到香港 聽起來怎麼像是間諜在秘密轉接情報資料 更誇張的是 這其中還涉及了石一池的同伙 據美國檢方披露 這名同伙叫梅吉安 現年68歲 他曾是美國國防部的承包商員工 也和石一池有過同事關係 結果同事變成了同伙 梅吉安本人假裝是美國的客戶 從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MMIC晶片製造商科瑞公司買晶片 該公司的客戶包括了美國空軍 海軍和美國的國防先進研究計畫書等 可顯而知 這些高端的晶片的重要性 應該是中共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 梅吉安在購買晶片時 撒謊說這些晶片是要在美國國內使用的 但轉身 他就把這些晶片交給了石一池 而石一池和十一強兄弟名下的兩家公司 會把買晶片的錢給梅吉安 然後 再由石一池負責安排把這些晶片運到中國 但有時晶片會先交給石一翔 再輾轉送到中國 美國檢方也說 石一池和梅吉安共謀 讓梅吉安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就進入柯瑞受保護的電腦系統當中查看資料 而梅吉安本人已對參與該陰謀的聯邦走私罪名認罪 那晶片的最終下落在哪裡呢? 據說這些電腦晶片是出口給了中國成都加石科技有限公司 而這個加石科技有限公司也很有背景 該公司因為進行和美國利益相衝突的活動 早在2014年 就被美國的商務部列入了管制名單 所以 如果要把MMIC晶片提供給成都加石科技有限公司 就必須要經過美國政府的批准才行 因此 可以想見 中共費盡周折 幾近輾轉把這些高級的電腦晶片弄到被美國明確制裁的中國公司那裡 必然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至於是什麼目的 據美國法院的文件揭秘說 成都加石科技公司的高層打算把MMIC晶片用在飛彈導引上面 這也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石一池如果被判有罪的話 恐怕就將面臨著最高25年的監禁了 更讓人打底眼鏡的是 石一池本人就是加石科技公司的總裁 這家公司還在成都專門建了一個MMIC製造廠 這也就是為什麼石一池會煞費苦心的把科技晶片弄到中國 原來還有這個內情 而更大的內情是 干牽扯到了中共軍方 據洛杉磯聯邦法庭的文件顯示 美國檢方希望法庭聽取專家的相關證詞 即一家有著中共軍方背景的清安國際貿易公司 給石一池在美國加州的PLP公司打了100萬美元 而這個清安公司慣用的一點是 它經常會把像石一池這樣的公司當作幌子公司 以此來規避國際檢查和出口管制 因此 美國檢方發出質疑說 中共軍方負責出錢買了這些美國的科技晶片 而這個案子也牽扯出了石一池在中國公司的一樁陳年舊帳 其所謂的暗中暗 只不過中共那次沒有得手 據臺灣財訊週刊報導 該案與2016年臺灣穩貌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的 晶片機密科技備竊也有關係 加石科技公司是在2010年成立的 在2011年馬上就找到了石一池當公司的總裁 並通過石一池開始建立尖端半導體的製造能力 2015年 加石科技公司獲得一筆錢 想要竊取臺灣的技術機密 並且還通過文貌半導體公司的工程師白盛傑 偷到了文貌的參數細節 但是萬幸的是 加石科技公司的台裔商業間諜楊光宇和潛客龍嘉鴻 在抵達中國之前 突然被臺灣檢調在桃園機場給攔截住了 看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中共枉費心思也最終沒有得手 看得出來 在這起事件中 最為活躍的起到最多作用的應該就是石一池了 那麼他的弟弟石一翔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據中央社報導 加拿大教授石一翔利用在加拿大 邁吉爾大學的研究之變 向封射法得到了由於美國軍事雷達、干擾發射器 以及擾頻器的機體電路 而FBI則指控他的哥哥石一池持有這類電腦晶片 石一翔雖然在2018年從大學退休了 但他同時也是JYS電子研發科技公司的代理律師和主管 而該公司一直和加拿大的國防部 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 以及加拿大太空署三個政府部門都有合作 因為石一池在美國的涉案文件中 多次出現弟弟石一翔的JYS科技公司 因此 石一翔也成為了美國該案的被告 那麼石一翔是怎麼說的呢? 他曾告訴加拿大蒙特利爾新聞報說 他買這些機體電路是為了做研究 我已在為研究補助撰寫申請書 但顯然這個謊編得不夠遠 石一翔後來告訴法新社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 雖然他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但畢竟錯已經鑄成了 他要面對自己種下的苦果 隨著東窗事發 2019年7月 美國當局尋求將石一翔引渡到美國 並指控他串謀非法把美國產的電腦機晶片送到中國 並可能被中共用於軍事用途 但截止到2019年7月 他都沒有被引渡 而且在加拿大能夠自由活動 美國助理檢察長德莫斯聲稱 被告石一翔策劃把可用於軍方和民用的半導體出口到中國 然後向美國聯邦當局撒謊 幹歷經陪審團總共7個星期的聽證 加州洛杉磯地方法院在2019年7月22日做出裁決 石一翔被裁定串謀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和出口管理條例的罪名成立 石一翔還被判犯有4項郵件欺詐罪和2項電匯欺詐罪 1項向FBI探員做出虛假陳述的罪名 1項川謀未經授權侵入受保護計算機以獲取信息罪 還有3項虛假提交納稅申請表 以及4項針對海外資產向美國國稅局做出虛假陳述的罪名 因此石一翔被美國聯邦法院判處5年03個月的聯邦監禁 同時石一翔還必須要向美國國稅局支付36萬2698美元的賠償金 和30萬美元的罰款 梅吉安也被法院判處18個月緩刑和5000美元的罰款 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北區的聯邦檢察官尼可拉·漢娜說 案子的關鍵是陰謀獲得專有技術 據稱有些已經非法出口到中國 這些非常敏感的信息將對外國敵人有利 他們可以利用這種技術推進或研發出軍事用途 對我們的國家安全造成傷害 從受人尊敬的教授到階下圖 這個角色的轉變想必對石一翔來說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面對一直對臺灣虎視眈眈的中共 他不但不用自己的所學去幫助臺灣 反而給中共出力 這也是造成他痛苦處境的根本原因 希望他們兄弟能在全球圍堵中共的大環境下 再好好反省下自己的所為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見